前所未有的动力 崭新的 Petron NAS Pre-MAX 95 富含 Pro Drive 我觉得这个底盘刚性甚至是比 Myvi 还要更加好的 几乎是没有感觉 要用没有感觉来形容了 你就好像是拿 Blackpink 还有林俊杰来做对比 整个造型看起来 真的是有让这个 Axia 的颜值提升了不少 City Car 如果你在寻找一台价格亲民的 City Car 的话 Prodot Axia 会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这台车平均每个月都有五六千辆的销量 非常的厉害 如果你不想和这五六千个人一起随波逐流 你想要出众一点的话 Prodot 今天就推出了这个 Axia Style Axia Style 是这回Prodot 为这个二度小改款的 Axia 所追加的一个新车型 在外形上它导入了时下流行的这个 Crossover 元素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Axia Style 的车身四周围 就多了这个黑色护板的设计 车顶上方还有多了这个行李架的设计 不过 只是装饰用途 在前脸部分呢 我们可以看到 Axia Style 它除了下方有这个银色的护板以外 在水箱护罩中间的这个部分也是有 导入了这个黑色的假的 Carbon Fiber 的设计 整体看起来更加的大气 Axia Style 它也是整个 Axia 车系里面 唯一一个采用15寸轮圈的车款 也因为这个15寸的轮圈加上比较大的一个轮胎 所以它的车高相比起其他的 Axia 高了一个15mm 所以严格上来讲其实这个 Axia Style 它就仅仅只是外形上 比较 Crossover 的一个车型 它并没有真正一个越野的功能 在动力配置部分 Axia Style 它依旧是搭载同一具 1.0L 的三缸 VBTI 自然进气引擎 这具引擎它的最大马力为67hp 峰值扭力为91Nm 搭配的也是同一具 四速的 EAT 自排变速箱 只不过因为这个 Axia Style 它采用的是一个 15寸轮圈的配置 也因此它的这个官方油耗数据 从普通版 Axia 的 21.6 降至 20.8km per liter 在车尾部分 我们也是可以看到 Axia Style 它导入了许多 强调这个休闲风格的设计 而这一回 Axia Style 也是全车系 唯一一个采用白色尾灯组的车款 对我而言其实我是觉得 Axia Style 它是 这一回这个小改款 Axia 里面最为时髦的那一个 由于 Axia Style 只是在外形上有所不同 所以它的尾箱空间和其它的版本的 Axia 是一样的 都是 260 公升 那它的这个备胎呢 也和其它的 Axia 一样是 14 寸的这个设置 而不是 Axia Style 的这个 15 寸轮圈 你们可能有好奇 Axia 的这个换胎工具到底是在哪里 其实它的这个 Spare Tire Kit 是被原厂安置在前方副驾驶座的下方 Axia Style 它的售价为 38,890 令吉 相比起顶级的这个 Advanced 车型是便宜了一个 4,300 令吉 在这一个部分呢 我们在内装部分就可以看到它的差异性了 因为它的这个方向盘就少了这个多功能的按键 而我最不能接受的是这个中控台这个唱机 因为这唱机呢 它虽然有 USB 的功能 可是它竟然没有 Bluetooth 没有蓝牙功能 因为其实蓝牙 除了可以 Tinker 以外 我觉得蓝牙最重要的就是它可以 连接手机 然后直接用这个蓝牙来讲电话 在行车安全上 是高出了许多的 那除了唱机有所不同以外 这个 Style 版本呢 相比 Advanced 车型 它也是少了这个 ASA 2.0 先进主动式安全功能 后座空间一向是 Axia 的卖点 那来到 Axia Style 身上也是一样 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就很舒服的靠在这个椅子上 可见它的这个空间表现是多么的出色 我还可以翘脚 而且这个 Axia Style 它的这个座椅材质呢 也是采用了一个看起来有一点像防水的这个布置 这个布置相当的柔软 我这样子坐起来相当舒服 而且它有这个 Headrest 所以对我而言这个后座表现呢 以 A Segment 来讲 Axia 算是其中的佼佼者 我刚好在不久前才试开了这个 Axia Advanced 那这一回开着这个 Axia Style 啊 我是觉得这个 Style 它好像有稍微比较高了一点的感觉 我坐在里面是觉得好像高了一点的感觉 但是最大的差别还不是在高度方面 因为其实也才高了那 15mm 最大的差别还是在它的这个轮胎的部分 因为这个 Axia Style 它使用了这个 15 寸的轮圈 和普通版的 Axia 相比呢 它的胎宽还是一样 是 175 但是 因为它的这个轮胎的这个直径 Diameter 比较大了一点 所以 开着这一台车 我会觉得比起普通版的 Axia 在高速行驶的时候 它会稍微有比较稳一点的感觉啊 然后像我现在过弯的时候啊 它也是有比较稳定一点的感觉 注意哦 我是说稳定哦 我不是说它操控比较好 因为其实那个感觉真的是比较稳一点而已 好像我现在过这个弯 其实侧倾还是有啦 只是相比起 14 寸的那个版本呢 它就有比较稳一点 那除了这个以外 这个轮胎所带来的影响 还有它的油耗表现 Axia Star 的油耗会稍微比较逊色了一点 以及它的动力表现了 我会觉得这一台 Axia Star 相比起我之前开的那个Axia Advanced 它在动力响应方面会稍微有点逊色 不过其实因为Axia 它本身在动力方面 本来就没有很出色 其实这个差距也不是说很明显 这个动力组合 它还是一样 它的整个条件还是依旧是以省油为前提 所以它的这个变速箱呢 换挡非常的勤劳 然后也不太愿意出力的这个感觉 但是同样的 如果你需要更多一个动力表现的话 你只要身踩油门 它就会拉高转 降挡拉高转 然后就给你更多的这个动力了 虽然说这一个 拉高转的感觉好像似乎 有点不太好 就觉得这个引擎好像正在 struggle 这样的感觉 但是它还是能够满足到 你所需要的这个额外的动力的 这一方面我觉得以 City Drive 来说 它的动力表现绝对是完全足够的 只不过在上高速公路的时候 如果你普通其实开到一个 110公里的这个合理的这个时速 其实也是没有问题的 比方说啦 你吃进来 然后你可能 时速减到一个 八九十左右 然后你也要再吃出去 你要超车 这个时候 这个所谓的中段加速 这个 Axia Style 它可能 就会稍微比较吃力了一点 尤其是在好像80左右到 你要加速到一个110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觉得有点压力啊 那在底盘的表现部分 其实换了这个15寸轮圈的 Axia Style 感觉也是和之前Axia Advanced 差不多啦 我就已经对Axia 这个灵活的动态表现 印象深刻 那来到Axia Style 身上了 这个特性还是有在的 我甚至觉得它的这个 底盘的刚性喔 很有可能是因为它的 这个身形比较小 然后也比较轻 我觉得这个底盘刚性甚至是 是比Myvi 还要更加好的 但是这个也只是底盘的刚性啦 这台车 论操控 其实也没有什么特色 它的方向 谈的这个指向也没有说很清楚 甚至是 几乎是没有感觉 要用没有感觉来形容了 然后 操控方面也是 没有什么可以谈 但是因为它这个灵活的特性 就让这一台车在市区驾驶 显得很得心应手 这也是我 相当喜欢Axia 包括这个Axia Style 的一个地方 那隔音表现部分 其实Axia Style 也是没有什么特别 因为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隔音方面 我还是可以听到相当多 噪音传进车厢里面 然后震动意志部分呢 它这个三缸的引擎 其实抖动也蛮明显的 不过以这个价位 这个等级的车来说 相比起它以前的 Brother以前的车 好像 Glisa Viva 这些呢 其实这个Axia 包括这个Axia Style 它的整个NVH 是已经有提升了不少 Axia Style 在我国的售价为 38,890令吉 这一个价格呢 也让许多人都拿它来 直接和价格相近的这个 Saga Premium 来做一个比较 很多人就讲 我只要加多一个1千块 我就可以买到Saga Premium 了 有大两 开起来也比较稳 而且 配备也很丰富 其实对我来说 你拿Saga和Axia 来做一个比较啊 你就好像是拿 Blackpink 还有林俊杰 来做对比 其实这两者呢 是完全定位不同的两个产品 对我来说 Saga 还有Axia Style 其实它们都有各自的卖点 那Saga 不用说 肯定是它的空间表现 比较出色 然后整体的那个驾驶表现 底盘也是 都比Axia 还要更加好 但是 这不代表Axia Style 它就没有优点了 Axia Style 它的最大的卖点是什么 自然是它 非常出色的这个油耗表现 我这几年开始这台车 我的右脚并没有很轻 其实已经是接近黄金右脚了 它 竟然可以给到我一个 15-16kmL的一个 耗油量 这个数据哦 如果是以接近黄金右脚的 这个等级来讲啊 其实是相当的出色的 那除了油耗以外 Axia Style 也因为它这个 较小的身形啊 所以在好像我现在在这种市区 开着这台车 你平常去买菜啊 又或者是一个短程的驾驶啊 以及你在找停车位的时候啊 这一台车啊 绝对是比Saga 还要更方便驾驶的 所以到最后其实也不用讲 Saga 比较好还是Axia Style 比较好 因为其实到最后呢 还是回到很根本的 那就是你今天买车的需求是什么 我在上一次试开Axia Advance的时候 我就已经说过 没有最好的车 只有最适合你的车 也因此呢 到最后还是看你自己 你平时的那个驾驶方式 还有你的那个驾驶路线 假如你今天 你平常这样开车 你是需要开很远 然后甚至是要上高速公路的话 那坦白说 其实是Axia Style 甚至是整个Axia 车系 并不太适合你 但是如果你平常就只是 买了像我上次说的 买了一座 TUT 脚 又或者只是一个短程的驾驶 然后你的那个驾驶路系 也不是很有挑战性的话 这时候呢 反而这个Axia Style 更加适合你 至于这个Axia Style 和其他版本相比呢 我觉得它最大的卖点 是它这个比较靓丽的外形 老实讲我个人是真的是觉得 这一回这个Prodora真的是 做对了 因为这个Axia Style 整个造型看起来 真的是有让这个Axia 的颜值提升了不少 我会觉得它这个造型 是比较时髦 整个比较Fashion 也比较Lifestyle 的感觉 刚刚我朋友最近也是在看着Axia 这台车 结果它也是因为 这个Axia Style 看起来比较帅气的原因 而选择了这个版本 那我觉得Axia Style 在整个Axia家族里面 最接近的对手 就是顶级版的这个Axia Advance 这两个版本的价差 是在4300令吉左右 这4000块的差别呢 Axia Advance 比较贵的这个Axia Advance 它就多了 比较好用的这个唱机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这个Axia 2.0 先进主动三全系统的 也因为这样它就多了这个 自动紧急刹车 以及前方碰撞预警的这个功能 在安全表现上是更加的加分的 如果你问我的话 其实到最后还是看你的预算 老实讲对大部分这个极具的潜在买家来说 4000块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所以我是觉得到最后还是看你的这个预算 如果你有预算的话 我自然是推荐你去拿这个Advanced版本 但是如果你的预算是在4万令吉以下呢 那这个Axia Style其实也相当不错 因为在安全表现上它只是少了ASA 但是它还是有ABS以及这个VSC 这个VSC我这几年开着这一台Axia Style 它有几次真的是很及时的介入 在我以一个很激烈的驾驶方式去开这台车的时候 它都及时介入把车子拉回来 我是觉得这个VSC很好用 那Axia Style有这个东西 所以它其实也是相当值得考虑的 而且这个我很唾弃的唱机部分呢 你其实也只是需要花一个几百块 去换一个支援蓝牙Hands Free功能的唱机 就搞定了 那这台车就基本上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City Car 如果是你,你会选择Axia Style还是其他版本的Axia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你的选择 也顺便告诉我们原因 今天的这个试驾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记得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 我是小明小编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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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